入佛之间的人就成佛了 你跟佛是同样的之间 同一个看法 同一个想法 这个也很不好懂啊 为什么呢 跟我们一般的常识完全相违背 云云众生是自己吗 花草树木是自己吗 山河大地是自己吗 太虚空当中的宇宙现象是自己吗 是一点都错 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 佛法的修许 第一个目标 就是超越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是个梦境 不是真的 那么做梦的时候有 梦中境界清清楚楚 行过来之后就找不到了 轮回的现象也佛如是 我们现在独自做梦 哪一天清醒过来的时候 都到找不到了 梦境 如果佛菩萨在经典里面讲的这些事 我们真的懂了 真的相信了 没有疑惑了 我们也能得少分受用 这少分受用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事件 一切诸法了 能放下了 不再把它放在心上了 为什么呢 知道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真能放下 真能放下 在佛经里面讲 就得三妹了 三妹功夫神 就会开悟 开悟是起入境界了 五有小五 有大五 有大车 大五 分很多等级 这个里面 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信息 就是变法界 虚空界 是一个元气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像前面所说的 一法乘一切法 一切法起一法 变法界虚空界 同一个 生命共同体 那么换一句话说 法界虚空界里头 万事万物 跟我们自己是什么关系 这个关系太密切了 我们说一家人 一家人距离还很远 还是佛经上说的好 共同一法身 那法身是什么 法身就能肯定 法界虚空界里面 一切万事万物 跟我说一身一体 这个认知 这个认知 就是大乘经教里面讲的 佛知佛见 法华经讲 入佛知见 入佛知见的人 就成佛了 你跟佛是同样的知见 同一个看法 同一个想法 这个也很不好懂 为什么呢 跟我们一般的常识 完全相违背 云云众生是自己吗 花草树木是自己吗 山河大地是自己吗 太虚空当中的 宇宙现象是自己吗 是一点都做 学识自信 变现出来的 这个华严经上所说的 唯心所现 唯实所变 心是自己的心 实也是自己的实 真心是一个 阿赖耶也是一个 所以这是 社学门的中门 因为它是一体 它当然相应 它的存在 当然是同时 当然是同处 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念佛 佛就有感应 为什么 佛跟我们同时同处 菩萨跟我们同时同处 这感应才那么快 自信 必然一切处 阿赖耶 必然一切处 阿赖耶是什么 七心动念分别之处 七心动念是阿赖耶 是 分别是第六意识 执着是第七识 同时同处 同时同处 心心是病 这就是一大运气 所以 举足相应 举足相应的 道理 就是同时同处 一体 这个里头的意思 太深太深了 那么这是家 社学们的宗门 也是 无量寿经的宗相 宗门跟宗相的意思 是一样的 这就说明 无量寿经跟华严经 是同一类 是同一部 是本经 实实在在 也是同此一大运气 而出现的 那换句话说 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 是同一个大运气 而出现的 那以上如实 四也如实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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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阿妮陀佛 阿妮陀佛